尊敬的江会长 诸位贵宾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是个很好的日子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首先我们也以今天 我们一起学习师父上人 低心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和这个讲习的功德 我们回向给天下的父母 天下的母亲 心是生育 养育我们生命的 贵人 大恩人 佛法讲 发菩提心 念父母恩 这一念心 是菩提心 所以我们 这一次的讲习 师长老人家 福地心 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这是老人家 留给我们的 把身设立 老人家虽然远急了 一生六十多年的教诲 留在这个世间 只要 公敬地 来学习 大老人家的加持 无处在 母亲 母亲是能生 能生我们的生命 那就像师父上人 生我们的会命 所以在 母亲节 我们也不能忘了师父上人的恩德 不能忘了本师 释迦牟尼佛的恩德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 很核心的精神 知恩报恩 中华文明 用一个字来代表 就是孝字 这个字 慰意字 字里面 有人生的 智慧 哲理 孝是上面一个老 下面一个子 从这个字我们看到了 字 背着父母 老人 望 父母老人的恩 父母老人 时时想着 孩子 所谓 母活一百岁 常有八十 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 一个八十几岁的老爷爷 每天早上拎着好吃的东西 去给他妈妈吃 他妈妈一百多岁了 听到那八十几岁的人 娘啊 娘啊 那场面让人很感动 虽然八十五岁了 在他妈妈眼中是什么 小孩啊 他的孩子 所以母活一百岁 还常用他八十岁的孩子 我们常用天跟海来比喻父母的恩 父母恩比天高啊 比海还深 在佛经里面也都提到 父母恩很重大 很难报 那我们呢 到佛法了 我们知道啊 有六道轮回啊 那六道轮回不出去啊 问题没有解决啊 成德住的地方啊 树木比较多 有的树很大 树上还有蚂蚁窝啊 哇 那个真的是蚂蚁大军啊 密密麻麻的 这个 一时看到蚂蚁啊 就想到佛陀在世的时候 当时候 讲阿弥陀经的 奇书籍孤独远啊 当时候在建设啊 佛刚好看到一窝蚂蚁啊 就说啊 都已经七尊佛过去了 这一窝蚂蚁啊 还在这里做蚂蚁啊 他寿命虽然短啊 可是他很执着 这个蚂蚁的身是自己 死了又回来脱胎 死了又回来脱胎 所以 堕道三恶道啊 很难出来啊 宁主老居士说的 山徒一舵 五千劫啊 很长的时间 你看我们没有遇到佛经啊 都不知道啊 我们生出来就是人 就觉得 当然很正常啊 哇 冷静冷静啊 以我们最近的山呢 光是蚂蚁有多少 全世界的蚂蚁是人的几倍 得人生很难很难啊 这个你不闻佛法 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突然 无常来了 死亡来了 就投胎去了 一投啊 很多都堕道 三恶道去了 三恶道很苦的啊 那个地狱 哇 那个阿罗汉 这已经是圣人了 有神通了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啊 光想到前世在地狱 受的罪啊 光想流血汗啊 诸位同修啊 你们有没有见过人家流血汗啊 有没有 那个癌症很痛 有没有痛到流血汗 还没有吧 没见过 那个想像那个 光想就能流血汗了 那个地狱的苦呢 比世间这些 不知道多多少倍了 登刀山呢 上了刀山呢 上了刀山呢 整个身体不知道切成多少片呢 我们知道这个轮回 主要都在三恶道多啊 真正明白了 不能再去啦 这一生一定要了脱生死啊 这一生一定要了脱生死啊 而且不只是自己要了脱啊 父母的恩那么大 我们怎么还忍心 让父母去轮回呢 所以父母离成口 直到方成就啊 我们能让父母也离了轮回的苦呢 这个为人子的本分呢 敬得更圆满了 已经明白了 还眼睁睁看父母去 三恶道受苦呢 这都受不过去了 所以我们在母亲节 更要考虑啊 怎么帮 父母啊 聊脱生死 首先我们得更孝顺啊 让父母感觉到 哎我的孩子学佛之后 更懂事了 更孝顺了 父母啊有信心 对佛法有好感 这跟佛法的缘呢 就结得更深了 我们要懂得造缘哦 不能学着佛啊 变得很执着 搞得家里的人呢 都生烦恼了 这个就学错了啊 师父上人就说呢 你学着佛啊 家里面更不和谐啊 这个学错了 好不容易 这个佛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了 可不能学错了 那我们已经有缘呢 遇到师父上人 他老人家 学释迦摩尼佛 讲经不中断 讲了六十二年 佛是四十九年了 他老人家讲了六十二年 这么完整的 教诲啊 就是难遭难遇啊 大家能珍惜老和尚的教导 依教奉行啊 各个都有成就 遇到老和尚呢 我们这一生了脱生死的缘成熟了 重点是我们得要珍惜 就好像福报很大 可是不珍惜 你看阿斗 遇到诸葛孔明 诸葛孔明是至圣啊 还能借东风啊 你看很厉害啊 可是阿斗 自己不珍惜这么好的宰相呢 那帮不上榜了 所以有一句话叫 福不起的阿斗 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得珍惜 生命中的福报 珍惜父母的教导 父母一心为我们好 并啊 人生找着很多弯路 包含 爱护我们的老师 长辈的话 我们能珍惜这个叫喜缘 喜福哦 尤其我们 不忘佛陀 留给我们的佛法 不忘了我们的祖先 留给我们五千年的智慧啊 俗话说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 看得更远啊 而且我们 学习到这个 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一开始啊 老人家就指导我们了 用轮回心啊 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能往生了 因为轮回心 是造轮回业了 这个就好像我们 种下去的种子 是荆棘 会长刺的那个植物 怎么可能会 收获大米呢 粮食呢 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用对心 尤其啊 用菩提心 用菩提心是功德 用菩提心呢 来效仰父母 是功德 我们修行啊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呢 激功累得 我们扮演每一个角色啊 都是激功累得 只要你用真心 但是呢 你假如是求福报 那就不是功德了 那是福德了 功德能帮助我们了多生死 福德啊 会带我们去享福 可是出不了六道我 这个要会分清楚 所以四十八愿 第十八愿说的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极乐世界 都是功德 假如我们做了好事了 求哎呀我以后有钱一点了 我下一辈子 长得庄严一点了 那你就求福报了 那这个只能在六道里面想 而且想福不一定在人道想哦 在香港的时候看到我 那个人 有钱的人家养一只狗啊 那只狗还有佣人呢 专门带他陪他出来散步了 还带他去做SPA呢 他福报比我大 我都没有做SPA了 我走路也没有一个人 陪着我了 伺候我没有 这个比台湾的官员福报 官员还自己开车了 还没有旁边没有人伺候了 所以这个福啊 不能想啊 一想啊 脑子就不清楚了 不啊 不要想 留在啊 临终的时候 临终没有障碍了 啊 脑子清楚 脑子清楚的人一定去好地方了 假如脑子不清楚啊 那要去哪好地方就难了 那地上经里面提醒我们 一个人 一个人阳气衰了 过去今生啊 冤青在主 他会变化成什么 变化成这个人的 亲人 死去的亲人 呀 看到爸爸了 啊 看到妈妈了 那可能就被他带走了 他来 报仇了 一带走可能就多到恶道去了 所以 我们假如有亲人年纪很大了 看到谁看到谁都是已经死去的亲人 我要赶紧让他念佛了 修行了 阳气比较衰了 真的 人生 几十年了 很快就过去了 刚刚见到我们文德甲的会长 我们都死来年没有见面了 他的头发白了 我也有了 我的头发 这么短了不容易看出来 其实有了 不少 这个白头发有没有再给我们说法 何不于强健时 身体好的时候努力修缮啊 老和尚当时候就讲了 他的同事啊 哎 你寻佛很好啊 哎呀我呢 等我退休了来修完 这个 师长老人家说了 这样的同事啊 首先第一个 还没退休啊 有的人走了 第二呢 真的退休了 没体力了 想要读一部经啊 大瞌睡了 想要念佛 五分钟就梦到做工了 不住了 哎呀我母亲啊 今年八十二岁了 属马的 我属牛啊 我母亲属马 我跟他相约 做牛做马 同生极乐果 值得啊 为众生尽力付出 很值得了 哎 几十年换个无量寿 这个才是经济学吧 是不是 你再怎么会算 算那些带不走的东西 万般将不去啊 唯有夜随身啊 人 这个取舍是智慧啊 你到底要 带走什么 什么才是带得走的 什么才是留得下来的 这个没有智慧 想不清楚的啊 你看只看眼前的人 急功近利啊 针啊 躲啊 针到睡觉还得吃安眠药啦 是吧 常常要算计哦 这脑神经会衰落啊 你看 这个拼命赚了很多钱呢 结果留给子孙呢 子孙在争财产 就没智慧了 啊 台湾有企业家 有了很多钱啊 结果子孙为了财产打官司 打了三年都还没结果 她的棺木 她的棺木就放了三年 都没有办法下掌 这不是智慧不够吗 这不止 没有造福到子孙呢 给子孙带来灾祸了 大家想一想 子孙就光 为了财产 打了三年的官司啊 你说这个家主要兴还是要旺啊 必衰啦 所以你说要爱子孙 你没有智慧爱得了吗 三字经讲呢 人以子啊 人留给孩子什么 经满营啊 有了很多财产 我教子为一经啊 把经典 把我们中华民主主先的智慧传下去了 真正爱子孙呢 范仲淹先生啊 他后代已经八百多年都还很好 这叫一善之家 必有余庆啊 范仲淹先生死的时候啊 没钱买棺材啊 他官当那么大的 用现在的话讲的 副总理啊 官子了 副宰相了 为什么买不起棺材 他不留钱啊 有的钱买了一千亩地啊 照顾整个家族的人 他说我今天发达了 那是我范仕的祖先服应的 我假如拿来享用了 我对不起祖先呢 我要代表祖先呢 把整个后代照顾好 你看他名礼啊 这样这样的神一定得祖先保佑的啊 后来的人被他感动了 有一个人叫 钱公府啊 写了一篇文章 在古文官子里面 义田记 赞叹范工的风范 他留给子孙一个什么字 义字啊 道义的人生 施贫啊 对贫穷的人很照顾 然后呢 把整个家族都照顾好 那样的情意 道义啊 传给他的后代的 所以我们要 智慧啊 什么是留得下来的 家道 好的家道 而且你 积 积了很厚的英德啊 批印后代的 你看孔子的后代 都2500多年 那么好 半中原的后代也很好 那大家现在遇到 中华文明沉传的 关键呢 我们尽力学 尽力去 弘扬 这个基的功德也很大 后代很有 福报的批印 那这个 刚刚 跟大家 有讲到 这个要 健康的时候修行 我母亲 跟另一个同修啊 童年啊 结果这一位长辈啊 他比我母亲 听闻佛法的时间 要早十多年 接触的相当早 但这个家里的事啊 团体的事啊 放不下 常常超这个心 超那个心 很年轻就学佛了 但是没有 抓住 健康的时候修行 后来年纪大了 一念佛就打瞌睡了 心静不起来了 后来生了重病了 更做不了主了 还得了老年痴呆症 你不清醒啊 你说临终 你那很明白的去极乐世界吗 不容易保证啊 假如临终的时候 不省人事 那就更难保证 所以万德鸿鸣啊 这一句阿弥陀佛能灭重罪啊 所以看到小朋友从小就懂得念佛 真有福报啊 很多这一生的这些劫难 业障啊 从小就把他念 重罪就清报 爆掉了 所以真正爱 子孙呢 叫他 叫护念他好好念佛 好好修行 所以大家 不能掉以轻心哦 不能说我还年轻哦 以强见识啊 努力修身 那这个母亲节啊 尤其我们要想到啊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词啊 这个佛菩萨 念着我们 就像啊 父母念小孩一样啊 佛菩萨是同体大备佣 佛菩萨生生世世啊 都跟着我们 找机会啊 增长我们的善根 帮助我们了脱生死啊 就像师父上人呢 不知道多少事啊 都来教导我们 这一世不能再辜负他老人家教导 要出轮回去了 三十七年大家做过吧 中逢禅师说的 便就今朝成佛去啊 我们就今天就往生极乐世界啊 阿弥陀佛大慈父啊 大慈母啊 等着我们回家啊 今天我们下定决心 求生净土啊 阿弥陀佛见到我们 第一句话 乐邦化主以贤持啊 阿弥陀佛看着我们 傻孩子 你怎么今天才回来啊 受了那么多轮回苦干什么 生老病死 爱别离 便正会 求不得苦啊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 大慈父 大慈母啊 希望我们赶紧 不要再受苦了 这个我们要感觉到佛菩萨的心 子若义母 我们 孩子的 乳母意识 我们想父母跟父母想我们一样啊 跟父母就分不开了 所以我们想佛菩萨跟佛菩萨同体大悲 想我们一样啊 我们跟佛菩萨就没有分开了 最近 见到同修啊 真的重病癌症了 知道自己的病情啊 不容易医治了 非常难得 我不治了 这么重的病 我求生净土了 到第六天就见到阿弥陀佛 第七天就往生 阿弥陀经讲的是真的 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多其日 乃至多其日 我们就想一想 我看在座不少 都是当人家的父母啊 我们都有经验啊 孩子生病了 父母的心情是什么 痛苦啊 哎呀我来带他受吧 父母的心啊 那佛菩萨的慈悲是超过父母的啊 那无量寿经 释迦牟尼佛说 我爱如等 甚于父母念子 甚过父母念子啊 父母爱护子女一生一世啊 佛菩萨爱护我们 生生世世啊 所以我们能体会到 阿弥陀佛的 慈爱了 我们想一想 得了癌症 在这里很痛苦啊 我们是阿弥陀佛心肝宝贝呢 阿弥陀佛忍不忍心 看我们在这里说 当然不忍心啊 我们真舍下世间呢 他马上就来接我们了 这一点我们要信哦 相信佛菩萨的心 佛菩萨的同体大悲 这个老阿弥陀佛 这个老阿弥陀佛讲经的时候还举了 周广大先生 没有学佛啊 没有学佛啊 结果他生的重病了 家里的子孙很孝顺呢 帮他找医生呢 结果遇到有学佛的 告诉他 极乐世界啊 他跟孩子们说了 我不治了 我病那么重 不治了 家里好像开面包店了 念了三天就走了 他心很怯啊 只要我们真的放下世间呢 感应是很快的 每母亲节我们要想到啊 佛菩萨念我们 就像父母念子一样啊 我们念佛菩萨的恩德啊 念本师恩 念师长这些祖师大德的恩 念佛菩萨的教导的恩 这颗心就是菩提心呢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知恩报恩的心 就是没有离开菩提心呢 一离开了 可能就轮回心 照轮回业了 再搞轮回了 这个轮回路险了 轮回痛苦 好 所以我们这一生呢 有那么多的亲人呢 都要帮助他们脱离轮回 所以有一年中秋节啊 有一个同修发了 祝福 四句寄给我 就是很有味道 四句寄说了 但愿人长久啊 唯有念弥陀啊 可不能接到千里共残捐啊 那个下辈子 那个下辈子 你在那里缠绵啊 下辈子都不认识了 没办法长久的 而且你感情越好啊 身离死别啊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 夫妻感情很好 先生出了意外啊 如果他没有先生呢 他太痛苦了 活不下去 寻短见呢 你说爱人要不要智慧啊 他先生这么爱他 最后造成他寻短 太爱他了 他产生贪爱 先生一走 他接受不了了 所以佛门说 你爱一个人 慈悲一个人 你还要有智慧啊 你要想着 他没有我的时候 还能过得很好 哇 那你这个爱是 很有智慧的 无量寿经提醒我们 善恶祸福 你种死最轻的人 他起的念头不一样 他说的话不一样 他做的事不一样 所以他种的种子都不一样啊 怎么可能下辈子去同一个地方 道路不同 善恶祸福追命所生 种的善恶业不一样 所以下辈子的路不一样了 会见无奇 下辈子不认识了 为什么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种同样的因啦 都念佛啦 都种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 通到极乐世界聚会了 唯有念弥陀 清卷永团聚啊 清人才能永永远远在一起 法界逍遥游 通通到极乐世界去啊 逍遥啊 闽南话叫七头啦 喝酒喝七头啦 拍酒不如无啦 看这个闽南话很有意思 喝七头啦 你才逍遥的起来啦 你才能够聚咖喽嘴酒啦 哦 哦 啊 这个闽南话不能念太多 人家听不懂啊 哦 不过你看老祖宗流的话 都有压韵了哦 你要念快一点 就跟唱歌一样 哦 所以这个 很逍遥啊 你不把孩子照顾好 孩子不听话了 每天不知道要闯什么事 你心怎么自在快活 每天就光操心就操心不完 所以至要没落交持 最重要的人生有家庭的人 最重要要把下一代交好 一起念阿弥陀佛 同生极乐国 跟着阿弥陀佛 我们有六神通 你要去来佛国度 一念请就到了 高铁快很多 比飞机还要快 那个时候就自在 坐飞机我也坐怕 虽然快 还要调时差 调水土 还是到极乐世界自在 一念请 遍由十方佛果 恢复本能 还有阿弥陀佛 四十八院的加持 所以成为一家人 同在一个屋檐下 过去生的缘都很深 同结西方的缘 一同去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度众生 这个是最圆满的人生的 师长老人家 这一段教诲 就不到两个小时的 开示 专门指导我们 怎么修念佛法 怎么当身成佛 心上怎么用功 心不离真心 真诚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行不离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这是老人家的智慧 在佛 四十九年 讲的一切经里面 把修学的纲领 帮我们掌握出来了 有一句成语叫 刚举目章 这叫明师子录 不然 大藏经 一套那么多 我们自己选了 选得头昏脑藏了 我们这些经教要不通 老上经教通达 帮我们选了 这是我们的因缘福报 我们照着这个五行 来修行 我们上次讲到了五行 第一个三福 第一福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慈善业 第一个 孝养父母 中华文明 强到 孝道 所以很重视 祭祖 祭祀 祖先 就是 圣中追缘 明德归后 这么远的 祖先的恩都不忘 怎么可能忘了眼前 一把屎 一把尿 拉扯我们长大的父母 所以这个是老祖宗教育的智慧 从祭祖当中教孝道 都是不忘根本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来自于祖先 而且我们也得到祖先的庇佑 福报的庇佑 还有他文化当中的智慧 不然我们人生 这么短 没有文化 我们怎么经营好人生 我们有文化了 五千年的智慧 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远了 我们今天不把文化 传给小孩 孟子有说 孟子说 吃得饱 饱食 穿得暖 暖衣 每天 异居 没有人生的目标 只是想着玩乐 没有受教育 则敬于情受 圣人有这个担忧 大家注意 你看现在物质丰沛了 你看假如年轻人 不懂得人生的意义 每天就吃喝玩乐 就变形式走落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我们不把中华文化 老祖宗的教诲 交给小孩 那他是没有灵魂 行尸走路 你看很多人 没有文化 学习了 跑到电动玩具店里面 跑到 这个 网路咖啡馆 一进去 在那玩游戏 是没有的灵魂 甚至于都打到 累死了 都有啊 所以老和尚这一句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太重要了 你看小孩假如都 陷到欲望里面去了 会患得患失 现在 听说一二十岁的孩子 都得忧郁症的都有啊 他一定没有文化的教育 才会造成这个结果 这个 我们要重视记住 马来西亚华人 这一点 做得很好 成德也是很随喜 清明节前后啊 扫墓 扫好几天呢 都不忘 不只扫爸爸这边的祖先 连妈妈那边的也少了 我看连外婆的那边也要 也少 还有奶奶那边的也少了 不忘本的人呢 是最有福报的 对这个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老师给我们慧命 我们怎么回报师父上人 依教奉行 尊伦敬奋 照顾好家庭 人家一看到 哇 这个跟静空老儿上学的 哇 很净本分哦 把家照顾得很好 这个学佛很好 跟老儿上学很好 真正奉仕师长 供养老儿上的 给佛菩萨老儿上 脸上贴经 持心不杀 老儿上说 效仰父母奉仕师长 落实在地之规 路则孝就教导我们 折替 怎么效仰父母 尊重长辈 那持心不杀呢 落实在太上改变 修十善业 落实在十善业到经 这个是 这个是 扎三根 这个敬业三幅第一幅 那这个是 落实在 四项上 心有根本 心是五星 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行有五行 而这五个德行 最根本的 还是在 孝清 尊师上 我们从根本修 我们忘了根本 念佛这一生 都不能成就 大家有看过 插在花瓶里的花 几天就泄掉了 它没有根本 这君子物本 我们修行 要下在根本上 有了这个第一幅 再来第二幅 受持三规 聚足众戒 不犯威夷 从人天 提升到小尘 我们是三规一的弟子 念念不忘 绝正境 绝正境 跟自己的性德相应 这规一自信 绝正境 所以念头 跟性德不相应 赶快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赶快 阿弥陀佛 我怎么可以发脾气 阿弥陀佛 我怎么可以起贪念 念佛 就把自性找回来了 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 起了贪嗔痴慢疑 这样的心念 就不自在了 起了贪心 心里就挂着那个事 身心不放松 起情绪 就陷在里面 自性不在了 不相应了 赶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情绪调整好 不能做的情绪的奴隶了 你看老祖宗这个怒字怎么写 上面一个怒 下面一个心 发怒就是变成 情绪的奴隶了 真正的自爱 要观自在 护好自己的自性 不离 绝正境 不离自性了 哇 那你每天用真心 处施带人接物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了 已经菩萨道了 菩萨道在哪 在我们扮演的 每个角色 在我们从事的 每个行业 佛法很圆融 不是说 接下来讲的是重点 所以有音乐配合 怕大家忘了 接下来讲的是重点 佛法很圆融 平等 不是说 我一定要 出家了才能行菩萨道 没有 出家在家 缘不同 在家也能行菩萨道 老法师 讲了一个主题 家庭主妇 如何行菩萨道 很有成就 但太太这个称呼 她是周朝的典故 周朝有太疆 太任 太使 三代的媳妇 都重视太教 结果每一代都出圣人 周文王 周武王 周公 周承王 这个都是圣人 都是妈妈教出来 他们三个人 都有一个太字 所以以后称女 女子 结了婚的女子 叫太太 所以以后人家叫你太太 就是叫你女圣人 你好 你好马上 你这么尊重我 我得自重 自爱 这个都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涵养 你看一个称呼里面 独有文化的智慧在里面 天下的安危靠女人 怀胎十月 你看这个胎教 扎得根本 那孩子三岁以前 都在妈妈的身边绕 这个妈妈一有德行 这个孩子 每天耳濡目燃 就有德 所以这个都是老祖宗的智慧了 好 我们 三规 随顺性德 太上改音篇说的 是道则静 那个道就是真心性的 非造则退 哎呀我的这个念头跟绝症性不相应了 赶快阿弥陀佛不能再想 这一句话跟绝症性不相应 到这里就要吞回去了 本来要骂人的 哎呦不对 吞回去了 这个是小臣服 我们要以戒为师 我们持戒 身口意 能持 延持戒律 心才会清净 因戒得定 这个定就是清净心 假如 不持五戒十善 每天望于两侧 其余恶口 心都定不下来 大家去观察 一个人要讲人家的坏话 是什么表情 你看每一头都做起来 这个心清净吗 不清净了 所以为什么 无量寿经 提醒我们 善乎口业 不积大过 常常要批评别人 这个心叫咚咚当 起起伏伏了 静不下来了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你见得过了 心就动了 再加上还要去批评 那是动得很厉害了 不要跟自己 成佛的姻缘 过不去 心要清净 心静佛土静 所以要持戒 不两手 不恶口 不搬弄是非 这是口 生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义不贪 不撑 不吃 我们能持 这个心来 才能清静下来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真 下功夫了 这个佛号念得好 伸口意 慢慢慢慢 这些恶业就扶住了 问题都处在 佛念得不够多 三十七念提醒我们 须于被念佛之心 你不念佛了 妄想就来了 刹那即 结业之所 刹那间 这个轮回心 又造轮回业了 大家 大家我们 这段时间交流 诸位同修佛号 有没有越念越多 你们都没反应 我有点伤心的 这个下连句老句是说 若要 佛不离口 先须语 诸不离手 这个佛诸 你这样一按 他就提醒你 要念佛 要念佛 别打妄想 别批评别人 阿弥陀佛 你一按 你按习惯了 你一按 心里就 有一句佛号会上来 习惯成自然 多多一善 有一次 医生帮我 针灸 针灸我睡着了 他说你睡着了 怎么你的手还在动 你每天就习惯 当然我功夫还很差 只是你看会养成习惯 这个佛号越多 自然忘念越来越少 六字统色万法 你佛号能念得住了 身口意就能够射受住了 你就具足 清静的心 不会去起 半戒的念头跟行为 不犯了 不犯了 处处啊 给人家 做好样子 不破坏自己形象 也不破坏佛门的形象 得有伤 移轻修 亲戚朋友都知道 我们学佛了 结果我们的行为都 让人家看了 笑话我们了 这个就犯了 唯一了 第三呢 发菩提心 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了 深信因果 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 相信啊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在法华经当中啊 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啊 年纪很大了 他发心出家 很可贵啊 出家要喝誕如来 家业 代佛说法 如果佛啊 就请 旁边的阿罗汉呢 他都能看到 前世 五百世啊 功夫更高的 可以看 甚至于看 几千几万个大节都看得到啊 结果呢 就帮忙看了 所有的阿罗汉呢 他善根不够 不能出家 结果佛啊 就说了 他在 很久很久 远前 根本算不出来的 这种数字了 的时候啊 他做侨夫啊 砍柴了 在森林里面啊 遇到一只老虎啊 哇 他情急是跳上 树上去了 逃命啊 跳上去了 念了一声 拿摩佛啊 念了一声佛而已啊 种了这个种子 今天遇到释迦牟尼佛啊 这个 这个缘啊 他成佛 这个出家的缘成佛 后来也修成 成就了 一声拿摩佛啊 皆已成佛道啊 你看他这么远 以前 在逃命的时候 念了一声拿摩佛啊 都可以成为成佛的种子 更何况我们现在怎么样 一声接着一声啊 这个 一念一尼弥陀啊 念念相串 即是佛啊 更何况我们一声接一声 哪有不去做佛的道理呢 相信念佛成佛啊 真性因果 当然这个是 因为他是在 第三佛啊 这是大臣佛 所以啊 大臣佛呢 这个身心因果 就不是一般的因果啊 但是一般的因果 我们也要相信啊 任何事都离不开 这两个字了 都是因果 酒没来了 这个钟都停了 停与无情 这个钟可能太失恋我了 太失恋了 消耗他的能量 结果就没电了 哦 哦 那 我们学佛啊 一定要深信因果 有啊 有有有有时间 所以什么都要预备 不能只有一个使动 检查还要double check 是不是 要上保险 钟也不能只有一个 不然临时有什么状况 所以现在团队 都要有危机处理的能力 办一个活动 还有一个危机处理小组 这个学佛啊 学传统啊 学什么 学做人 做事啊 学灵危不乱 考虑得很周到 出现什么状况 赶快处理 你不能学佛了 每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遇到事的 荒腔走板 人家一看 这学佛也没有 比较有智慧 哦 学佛是觉啊 佛是觉悟啊 有智慧 觉悟 学佛要 越来越会处理事 觉悟不是嘴上讲的 觉悟在哪里 体现在哪 体现在你教育孩子上啊 体现在你处理事情上啊 一起作用 就能利益自己 利益别人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越有智慧 越能利益自己 越能爱自己了 越能爱别人了 所以师长说 学佛是 面对境界要清楚 清楚了就 越会处理事情了 越不会讲错话了 要面对境界清楚了 出言顺人心了 考虑到了 大家要了解哦 家里假如有老人了 老祖宗提醒我们 人啊 年纪大了 往往会有点的 反谱归真了 像小孩子一样 照顾老人 要懂得顺他的意 你不要拿佛法的道理去压他 这样老人家就 嘴巴就翘起来 明明是我们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了 还说 来考我了 阿弥陀佛 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体恤到人心啊 没有体恤到老人家了 所以有时候经一世来长一致啊 人情练达及文章 懂得顺老人 有一个同修 他就说了 公公啊 往生 那他结的法语很好 出家法师啊 他们都认识几十年了 做功德 为他公公 结果婆婆啊 一直给他讲了 赶快啊 供养法师啊 结果这个法师 可能交情很深 法师就一直不说 结果他看到这个情况了 婆婆一直要给 法师又一直不说 结果他就跟他婆婆说了 我们之后找机会 再给吧 切到老大人的意义啊 在马里奖可以讲讲闽南话 大家听得懂吗 切 你们没有用这个 没有啊 我们还是有点差 因为这个闽南话 传到台湾 跟他 你没有去体恤他的感受了 你这么一说就 没有满他的愿 伏觅了他的 他当然不舒服了 马上表情就不好了 那这个媳妇就 忍住 要练忍辱了 可是问题是 假如我们不清楚 我们在这个情况处理 是不是 没有顾及到老人 感受 尤其要体会到 老人 哪儿 老人像小孩 你要顺 这个都是人情 是理由 所以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 奇怪了 我也没讲什么 怎么他的脸那么丑 哎呀 又来考我了 其实我们讲话要进步 常常讲错话 自己不知道 然后又觉得是对方 冤亲栽主来了 这样学佛也不对 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应该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都能体恤人心 可能就不会造成他 烦恼了 所以我感觉 这个经一世长一致 也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那不是他讲出来 我也提醒不到他 他又讲了另一个例子 说啊 这个婆婆啊 去给他的同事 讲他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后来他的同事 都跟他说了 他回来 就跟他妈妈 就跟婆婆说了 妈 你啊 我有什么问题 你直接跟我讲 不要去讲 给我同事听 婆婆说 没有啊 我没有讲啊 你 你的同事 乱讲啊 我没有讲啊 假如我们学佛 明明就讲了 还说没讲 哇 你这个心就卡一个东西了 其实啊 这是我们言语的 智慧不足 言语要含蓄 要委婉 要不落痕迹的 提醒 你这太直接了 那你婆婆当然 没有啦 你说 妈 哎呀 我修得不好啊 一定做了很多啊 你不 会不欢喜的 有你要告诉我 你干嘛去提你 提你同事干啥 是吧 你这样的 那你婆婆 不会不欢喜 你还不止给她讲一次 妈 有 你尽量给我提 我修得不好 你尽量给我提 你也是我的贵人 我知道 我才能修正 这样才叫修行 孔子教学四科 德行言语 正式文学 言语排第二 你看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 他去提醒当事人 你提醒不好了 他一听 这个法师已经听 哪一个人告我的贵人 他就开始在那里想 一定是谁 通通生烦恼 互念别人也不简单 你了解到他的问题了 你要不落痕迹 不要让他又起个念头 谁告我的贵人 提醒到让他觉得 哎呀 法师怎么这么爱护我 这言语的修养 不简单了 请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花过五个小时 学讲话 重要哦 所以洪一大师编了个 格言别录啊 好多句子是教我们讲话的 我们最近办了八天呢 那天讲座 研习啊 都是言语的 都是言语的 修养 涵养 诶 诶 诶诶 诶诶 当爸爸妈妈 当爷爷奶奶的 你们有没有指导过 子孙 讲话的修养 诶诶 诶 活到老 学到老啊 诶 真的哦 我们不学讲话 这个智慧 涵养哦 你会发现 我好心去处理事 怎么越处理 越糟糕了 好心办了坏事了 好心去给你 好心怎么是这个 行有不得 犯经出击啊 可能还是 我们虽然是好心啊 还是人情事宜 没有考虑到 真正 身性因果 不怨天 不由人 我们还会埋怨哪个人 哪个事 老天爷呀 这不行了 这个皱得业大了 那我们还是没有身性因果 那我们想一想 上个月 上个礼拜 有没有跟谁生气啊 有没有埋怨谁啊 不要跟自己的功德 开玩笑啊 过不去啊 一埋怨情绪起来 一面称兴起 火烧功德 别干这样的傻事哦 要把功德锁住啊 不能抱怨 不能发脾气啊 转个念 烦恼 烦恼起不敌 念头能转过来啊 本来很生气的事啊 会变成 很欢喜 比方老和尚人家 毁谤他这么严重 他还给他立白位啊 给他功德 违向 为什么 老和尚名理 礼得心安 安在正念 安在 这个 逆来顺送 因为《金刚经》有说啊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读诵此经 我们依照大神经来 处事待人 若为人轻贱 还遇到人家 轻慢毁谤我们 好事还是坏事啊 真明白了 这个世界没有坏事 真明理了 事事是好事 为人轻贱 先是恶业 因剁恶道 已经是人轻贱固 现在遇到这个人 毁谤侮辱我们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这个罪业没有消 要到三恶道报到呢 大家现在拿一个天平出来 被人家骂几句 跟剁三恶道 你要选择哪一个 哇 那 太远了 哇 那他骂我几句啊 把我三恶道的夜音给消了 那他是我的恩人 已经是人轻贱固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阿纳多罗 三秒 三菩提 所以我们这一生能成佛 是他帮忙的 连了凡事讯都讲 无过就横批恶名 没有过失啊 还被人家骂 子孙往往作发 所以人家骂你是拿 送福报给你的后代子孙 你要跟他说 甘不恩 是吧 人家越骂你 你越感恩他 他最后就骂不起来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 甚至于被你感动了 哎呦 现在还有这么有修养的人 哦 原来这个人是 用尽空劳 让讲经的 原来是常常到古城 进宗学会念佛的 对吧 哦 那你真的是庄严佛法 庄严道场啊 所以看到生性因果啊 不怨天 不由人 再来 独送大臣 而且这个读送啊 要深解欲去啊 这个解的浅不行啊 要解的深啊 而且这个在理解佛法上啊 要用一颗心 很重要的心 很重要的心态啊 去理解 中树之道 你明白一个道理啊 你明白一个道理啊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这个心境很重要啊 不然呢 我们没有这个心啊 道理越多 越苛刻了 越没人情味了 人家生病了 意义太重了 有疏到来呢 有疏到的话 人家生病了 先关心一下 他有没有找个好医生啊 是吧 你学的佛 变成不通人情 事理了 就很麻烦了 有啊 我们讲课的老师 学的道理了 不懂人情 上了讲台 会长 你怎么送人家 那么少东西啊 老法是说 越诗越多 你要送多一点啊 人家会长 好不容易 带这一方的信众 你在台上 把人家的微信都 你说他还 还把老和尚搬出来 老和尚说 越诗越多了 那你能讲什么呢 你能只能跟他 阿弥陀 只能怎么 下次别娶他了 你到底不去体恤人家 维持一个道场 也不轻松啊 对啊 你假如说 你拿了一箱 榴梿干来 是吧 会长 来来跟大家结缘 你看这多有人情味啊 来批评人家 不是太少了 我们是要去带动别人 不是去要求别人 这个要求的心啊 求 就是贪求 也是烦恼 你一求人家 你一求人家 人家不须你的意 不听我的话 没善根 一产体 所以这个学佛不容易啊 学佛啊 是放下贪真实 放下贪求 要求 不是要求换对象 本来就很会要求 老公 你怎么赚那么少钱啊 这样听起来就很难过了 要多肯定啊 少要求 少批评 要求啊 先生一想 我也很拼命啊 你看今天我遇到一个年轻人 他十九岁 关业是油漆的 养四个孩子了 哇 我一定 我呀 你爸爸很辛苦 对啊 我很感谢我爸爸 我说啊 你要去了解一下 油漆啊 那化学的东西啊 看看吃什么东西啊 解毒啊 看看中药 泡个哪些药材啊 解解毒啊 这个另一半呢 扛起一个家庭重担 像谋生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讲 这个五行门呢 其中一个是普贤行啊 称赞如来啊 夫妻之间要互相赞叹啊 太太要赞叹先生 在孩子面前 你爸爸太不容易了 什么好吃的 等你爸爸回来才能吃啊 是吧 你看这个孩子在心中 生起对父亲的感恩心 你这个做丈夫的 你妈妈太了不起了 恩赞如来 互相赞叹 哇 你们家一定兴旺了 假如夫妻在孩子面前 讲另一半不是 大忌啊 家庭的大忌了 你看一 一个小孩 看父母不是的 他对父母就不恭敬了 不真诚了 他对父母都不恭敬了 他怎么去恭敬别人 那你不是害了他一生的吗 他的心态不对了 障碍他一生了 所以佛法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普贤 在哪里啊 就在家庭 亲人朋友的相处 你看布施老儿上说 多请客 多送礼啊 母亲节到了 没有送妈妈礼物啊 适时表达这份感恩的心 没有今天回去补上 结果你妈妈就很高兴了 我有听陈德法师之后 就送我礼物了 下次你妈妈就会来听我讲了 跟出家人结个缘很好 说不定哪天我派得上用场啊 是不是 你们要铺垫姻缘啊 现在我有时间会上 上网啊 跟大家一起念佛 你妈妈一高兴了 哎呀 听了陈德法师就送我礼物了 到时候我上去 念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妈妈看我很顺眼 她就上来了 跟我一起念啊 结了缘了 这造缘啊 学佛啊 万法因缘深啊 你懂得去造缘 哎呀 这个解经典啊 中速的存心啊 你不能学了之后 那个要求变得能力越来越强了 搞颠倒了 眼以律然 宽以待极 自己毛病齐齐都没改 就挑别人了 人家心里就不服了 你在讲的时候 人家心里 五十步还像我百步了 我们互念别人呢 要体恤人性 我们要先做好了 人家心里才会 那这个 师长讲了 从前六祖 慧能大师 见五祖冷和尚 他对冷和尚说 弟子心中 藏身智慧 大家惜不希望 藏身智慧啊 接下来这一段 要认真听 我们注意一下 一个人遇到事情了 不藏身智慧会怎么样 藏身烦恼 不敬则退 你不生智慧 烦恼就增加了 什么时候学佛 越小学越好 十几岁 学佛很有智慧了 帮助同学啊 人家一有困扰 都来找他 西方有一句话叫 少年为特的烦恼啊 你们听过吗 这个有一个地区啊 十几岁的小孩 寻团鉴呢 连续五天都有 这个 我们 愚租众生 失落自己啊 现在 假如没有 文化的智慧啊 十几岁就有很多烦恼 有一些是 家庭 离异了 足够父母的爱 历心很空虚 很烦恼 又体恤不到啊 所以 这个 现在苦人真的不少 莫忘世间的苦人多 十九世纪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二十世纪最严重的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 心病怎么一样 心药 所以无量寿情说 为众开法障 今天假如他生命中 有人很真诚告诉他 孝道 他不会寻短见 所以现在把圣教 把孝道交给 有缘的人呢 真是十万火急啊 比救火还急啊 可能一念想不通了 提不起孝道 提不起正念 一世组成千古恨 所以我们要长生智慧啊 可以看到亲戚朋友的问题 及时的去帮助他们 于诸众生 失落自己 整记附和 皆度彼岸啊 心大悲 明有情啊 超五痛啊 久后转聚啊 现在真的业力啊 挺厉害的了 所以我们早一天有智慧啊 才帮得上忙啊 那这里提到了 为什么能长生智慧 依教奉行 有方说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见人善及时起 我 做地之规了 一觉奉行了 我的嫉妒心啊 就少了 赞叹 效法人家的心起来 烦恼就清了 文欲恐 文过心 人家提醒我 人家提醒我 指证我 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没有因为这个面子啊 恼羞成怒了 我放一下喜气了 质量是 健相轻 更多人愿意提醒我了 还是不是烦恼轻了 这个面子轻了 智慧长了 福报也长了 人家更愿意来 帮助自己了 所以 依教奉行啊 才能 浮惠 增长 所以 这个 是这样提醒 我们今天 为什么不生智慧 一天到晚 常生烦恼 原因在哪里 这个色问很重要 告诉我们 随时思考 事情啊 都要把原因找到 才能改善啊 你不把原因 找到了 就好像治病 你不把病根找到 怎么知道 我们人 要养成一个 常常能把原因 找到的 态度 原因在哪里 我们学佛法 完全没有做啊 你当然 生烦恼啊 没有做 怎么生智慧呢 所以此地 读诵大臣呢 是这个意思 读了要依教奉行啊 当然 并不是教啊 所有的大臣经呢 都去念 没有这个必要 一精通 一切精通 一定要以 无量寿经为主 当然呢 学大臣以前呢 要扎根 不先学小臣 就学大臣呢 没有基础 所以师长强调 扎三根 学三部经 地质规 太上感应编 十三页道经 有了这个基础啊 我们可以专攻一部大臣经 你们要听华言可以 华言经为辅助 华言经就是无量寿经啊 详细的注解 无量寿经 是华言经的精华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 这两部经啊 确实是一部经 所以我们受词啊 依无量寿经最好 受词无量寿经啊 常常想着 要倒归极乐啊 这个世间是出来 观光旅游的啊 你不要住的旅馆说 我好想住在这里 不想走了 不会吧 常常想回家啦 这个无量寿经啊 不只让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更清楚 更向往 还教我们 怎么经营家庭 父子夫妇 兄弟亲属 当相敬爱 互相恭敬 爱护 无相争及 不要憎恨 不要嫉妒 都教我们 世间怎么处理好啊 世出世间呢 都知道的 很精辟 这一部经难得 所以依无量寿经啊 抓住纲领 理解华言经好 华言经讲的详细 我们今天在此地 开华言班 其目的啊 也是让同学们深入经账 能够把无量寿经 观经 弥陀经啊 讲得好 讲得好 因为 这个弥陀经是小本 华言经啊 这样能开解的非常圆融 无碍 又很深入 那末后一段 第三符最后一句 劝敬行者 劝敬行者就是为人演说啊 我们要表演给人看 做出来给人看 完全落实 绝不是可说 能够做榜样啊 这功德无量 为什么 因为 圣教在 圣教在好 没有人做榜样啊 社会大众觉得 那是理想 理念而已 做不到 可是假如这个榜样是从自己做起来 你每天笑 笑口常开 人家说 哎呦 学了佛能这么快乐 你就是榜样了 学了佛 你夫妻更和乐了 家庭更美满了 你的家庭是榜样 人家有信心了 你学了之后 夫妻越吵越厉害了 没人感觉了 性为道源功德无 你让人有信心 那就要做榜样 所以这个为人演说 就是劝敬行者 由此可知啊 世尊很慈悲 真的把菩提心啊 把念佛啊 交给我们 而我们呢 自己啊 初心大意啊 看经读诵啊 忽略了 没有留意啊 你看这个为人演说啊 劝敬行者 就是慈悲性的落实了 你看校养父母 奉仕执长 这个都是慈悲性的 真心的落实 你要慈悲要爱人 你首先要爱自己最亲的父母 你不爱其亲 你连父母亲都不爱 而爱他人 很奇怪了 很奇怪了 为之背德了 违背自己的性德 所以这一些教诲啊 我们都要好好去体会 这个是行门第一个三辅 接下来是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我们下次 一起来探讨六合静 经营家庭团体 这是最关键的了 大家回去可以先听老师这样讲 那要跟大家告假一下 过几天呢 就先离开马来西亚 下次回来 应该是八月中 请两个月假 那八月中回来啊 我们有一个大专营 在福隆弥陀村 专门办给青少年的 大专汉学营 应该有前后八天 课程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啊 赶快要让我们的子孙 接上五千年的文化智慧哦 这是真正爱护他们 不然呢 他们以后面对的社会 比我们还复杂 你现在不给他学 以后要学就更不容易了 是吧 你看我们都成年才学活 哇 习记很难改啊 越早学越好啊 这个感谢大家 今天还有 从我们新加坡来的同修 还有从我们彭亨来的 辛苦你们了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